你当然买错了 现在就不该买游戏本 明年马上50系显卡就要出来了 现在买就是49年入国军 如果你是最近要买游戏本 你可能会有这样的担忧 但是我掐指一算 你现在依然可以放心地选购 你想要买的游戏本 明年英特尔皮基本处理器 会让台积电的三纳米工艺更省电 那岂不是更贵 这几年大家应该都有所察觉 大部分电子产品 现在是每逢升级必涨价 就比如最近的PS5 Pro 蓄力四年 性能提升62% 价格提升75% 再比如显卡 性能提升60% 价格提升72% 同样不涨价 也意味着性能也没有涨多少 电子产品升级不涨价的时代 已经过去了 也就是说 即便等到明年 用同样的预算 高概率也是没有办法换来 性能的华丽升级的 这就意味着 在今年年底之前 因为国家补贴的存在 电子产品能直接便宜20% 打八折 40系笔记本处于一种 空前并且很可能绝后的性价比高点 当然前提是 机型选的好 所以这期视频 我们选了十台本身都很不错 定位又不同的游戏本 在里面又选出了六台最划算的游戏本 形成了我的2024游戏本购买建议白皮书 本期视频不含任何推广 请放心观看 第一台 赤装性价比机型 机械革命的极光X 它真的就像是去市场拿个秤 按金批发电子元件 每一分钱都花在了打游戏的感受上 4960就能够买到 12800HX 4060 2.5K 165Hz屏幕 色域亮度都很舍得下料 散热也没有严格 实际3A性能表现 2077打开了DLSS3 在超级画质下跑到78fps 这个是4060的标准表现 也可以作为我们接下来 衡量其他游戏本的战力单位 网游的话 这个配置 旁版这个屏幕的165fps 也是没什么问题的 除了价格以外 它几乎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 但同样 它也没有什么明显的短板 重量 键盘 噪音 都算平均水平 唯一可能有点小问题的 就是它的键盘温度 你看看 除了打游戏常用的区域 温度都不低 你玩游戏 但凡有一点不认真 激光X都不允许 不过考虑到 它比一线品牌 同配置便宜了2000多 它的这点小小瑕疵 看着都像小雀歪一样清秀了 但是 在买这样的 非一线 性价比品牌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主动 放弃了一个很重要 但是也经常被忽略的 附加服务 售后 大家买电脑 选电脑的时候 内心充满希望 眼神放着光 肯定不会想着 自己几个月之后 就要修电脑了 因为游戏本经常要 满负荷运行 所以还挺经常出现问题的 而且Windows软件 本身的毛病也多 对这个问题 也是火上交友 所以 大家和售后 打交道的机会 还是不小的 总不能 去电脑城吧 老板 我开不了机 硬盘坏了 1800 老板 他一直在赚 主板坏了 2800 老板键盘进了一点水 哎呦都坏到芯片了 5000 5000 售后最方便的是一线品牌 华硕联想这些 他们会有很多线下店 基本有大学的城市 就有这些品牌的售后点 非一线的其他品牌 售后本身服务还都是不错的 只是没有那么便捷 需要快递走 修好再寄回来 时间上就会拉得比较长了 所以最适合普通人的 还是那些有本地售后的一线品牌 这里面华硕的天选5和天选5Pro 是更有性价比的选择 Pro比非Pro版 屏幕换成了16比10 而且CPU强了一倍 但反应在游戏上 几乎没有区别 所以这里最便宜的天选5AMD版 就是更划算的 有一线售后不说 它的Type-C还支持100瓦PD充电 可别笑瞧这个 像是带去图书馆或者实验室 它能允许你把充电器 从这个换成这个 甚至你还可以用PD充电宝来供电 加上本来机身就比较轻 整体更便携了 当然要是带出门打游戏 那还是得带上原装的充电器 C口是不够的 第三台还是机械革命的 我愿称它为质价币机型 钥匙15Pro 就是质感做工比较好的性价币款 这个价位的其他游戏本 基本只有A面是金属 其他地方都是塑料 但钥匙15Pro直接是三面金属 手感非常细腻 可以说是这些笔记本里面质感最好的一台 而且除了黑色 还有绿色和白色可以选 作为一台15英寸的游戏本 它的体型更轻薄 但它的实际性能和极光X并没有太大区别 它的利纳优势是屏幕 2560x1600 240Hz刷新率 最大亮度500尼特 机械革命甚至还给它做了色彩校准 色准就是那种 我的眼睛或许看不出 但是你要是让我知道你没有 那我心里就会很不舒服的一种东西 一般来说主打性价比的游戏本是不那么在乎色准的 所以说要是15Pro能有校色那是很特殊的 不过像大品牌的笔记本稍微高端一点的都有校色 但我猜还是有很多人买了 但是却没有享受到 因为好多是需要手动打开才可以的 滑硕比较好是默认加载的 不需要操作 但是机械革命和联想的校色模式 是要在官方软件里面才能够找到 找到以后点校准 如果看到屏幕亮度跳了一下 就说明文件配置成功了 第四台是最特殊的一台 天选Air 因为它只有14英寸 1.45千克 在这个尺寸下 竟然把天选5的配置给塞了进去 不仅轻巧 而且性能也能兼顾上 测试发现 HX370的版本 它的游戏性能和天选5可以说打的 我觉得最起码不是单方面被吊打 打的 一师一游 考虑到这个尺寸 帧率低一些 我觉得是能接受的 而且在这个尺寸下 它还给了双M2插槽 游戏太多 存储不够用 可以直接买一条便宜一点的SSD作为补充 天选Air非常适合对便携轻薄强需求 对大便宜游戏体验没追求的玩家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 虽然视频里面展示的是 果补之后还要8000的 HX370版本 但我们最想推荐的其实是 果补价6800的8845H加4060版本 可惜由于这个版本供货不稳定 经常断货 想要买到它恐怕还得花点心思 得瞄准它上架补货的时机 第五台最像MacBook的一台 荣耀MagicBook Pro 16 Literally you can't spell magic book without Macbook 假如有大屏需求又想要轻便一点 那么这台很有可能会更适合你 作为一台16英寸的游戏本 因为它官方就这么写了嘛 它的重量只有1.9千克 比常规16寸游戏本轻了一斤 厚度也要薄上一些 性能会比常规游戏本稍微弱一些 10%吧 但换来的可是它轻了整整一斤啊 荣耀MagicBook还有一个特色 它的屏幕分辨率是3072x1920 非常少见 这个分辨率对一些不太吃性能的游戏 非常友好 能够得到一个更精细的3K画面 它也是有屏幕校色的 但是藏得很深 在桌面上单击右键 点击显示更多 再打开这个显示与护眼 在这里才能够找到色彩管理 日常用的话选择sRGB就可以了 至于缺点 也和MacBook很像 就是它的内存和芯片是绑定的 但32GB的内存 又和Ultra 7处理器 以及颜色是绑定的 只有这个五彩斑斓的白 才有32GB内存 所以价格会贵上不少 以上6台就是我觉得眼下最划算的游戏本 剩下的4台也不是不值得购买 而是它们不是最纯粹的性价比 钱不只花在了刀刃上 也花在了刀鞘 护手和刀柄上 比如ROG魔霸的灯带设计 柔和的噪音 冷静的温度 处处让人感觉到 加钱的快乐 再比如联想Y7000P 钱都加在了品牌溢价上 话说如果大家对拯救者的印象 还停留在它是三菱系口碑强者 那可能就要多花钱了 拯救者品质是还不错 还是一线品牌 但现在在性价比上有点点摆烂 价格比配置先冲上高端的感觉 至于钥匙16 Pro和绝影14 前者和15寸版比性能更强 尺寸也大了一圈 后者哪都不错 就是噪音大了些 都在前面的6台里面会有更好的替代 好以上就是这次推荐的全部机型了 大家可能已经发现 选出来的笔记本全部都是4060 作为入门游戏本的主流显卡 4060移动版的实际游戏表现还可以 应付热门的3A游戏 1600P中画质 稳定在60帧没什么问题 而且40系目前独占的真生成帮助很大 有时甚至可以媲美PS5 Pro 未来三四年都不太会落伍 至于晋级类游戏 4060也不用担心 因为Steam玩家里 很多人都还在用3060呢 除了4060 其实同型号的4070版游戏本 也是挺有性价比的 在国补的加持下 4070的游戏本只要6000出头 但是再往下的4050和再往上的8090 就不太推荐了 4050主要是显存太小 运行现在的游戏都有一些吃紧 更别说是应付未来的游戏了 8090就只是单纯的太贵了 好 以上就是2024游戏本 购买建议白皮书 双十一已经选购好游戏本的小伙伴 这个视频只能够帮你们对答案了 但如果你还没有买 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个年底果股的大好时机 也希望这个视频能够帮大家选对一台 即便明年年中50系显卡面试 也依旧买了不吃亏的最划算游戏本 最后如果这个视频有帮助到你的话 不要忘记一键三连哦 小伙伄 太Fi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